哈囉大家好 我是Kathryn 綠色生活照片的新的預告片釋出囉 這次是遊玩內容的預告片了 我們馬上起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討論吧 咳嗽了 他們可能會好嗎 但我知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我只需要他們說他們 第一步, reduce my eco-footprint solar panels, wind turbines, a few more updates and I'm off the grid feels better already now the hard part getting my neighbors to want a cleaner, more sustainable city too fortunately, my buddy Knox is a real advocate for the eco-lifestyle Ridflex, I know, but go with it he's done some great work pushing neighborhood action plans like a water shutoff day he's a little hard on you if you don't participate though sorry Diane Knox is campaigning to change this barren lot into a community garden he's got big dreams of growing sustainable food like vertical gardens that take less space to grow more or harvesting insects for a crunchy alternative to meat but it's not up to him it's up to the people and it looks like they voted for or a community makerspace eh, he'll get over it a makerspace is great we don't have to throw away everything just because we don't want it anymore upcycle it I love me some home-grown, ultra-organic, fresh-farmed table fizzy juice and these handwritten artisan candles are selling faster than they burn all these makers have gotten the attention of the local entrepreneur Bess she's asking others to invest in her next big venture Bess works from home as a civil designer she invents products that help move the world toward a brighter future she recycles found objects for parts and then uses this awesome fabricator to make them this thing is fire I gotta try it I gotta try it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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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I'll leave that part to Bess her and vengeance are going to make this community a beacon of sustainability big changes can start small with just a little effort you can impact your world too 酷欸 好,那這個是第二次世術預告片 就是講了一些實際的一個玩內容 我們再一起重頭看一次喔 首先我們看到的 這個新的地圖嗎 萬年青港 哇,然後充滿霧霾的 所以剛剛前面看到的是乾淨的萬年青港了 再來是充滿霧霾的萬年青港 哇,這是地圖 我小朋友在玩垃圾耶 好蒼蠅耶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新的衣服 這上衣超好看的 超多垃圾 然後再來 重點來了 大家看 這兩人在幹嘛 大把金垃圾桶裡面 蓋垃圾純聊天耶 是吧 講個提話話啊 他的那個配音還說 你去了幾年大學 全身就開始愛上垃圾 他還把上個大學資料片的那個內容 引進來我覺得蠻好玩的 對吧,他們兩個喔 我真的也蓋垃圾聊天耶 哇,哇 跟著蒼蠅一起 好多觀眾啊你們 超好玩的 所以我們知道囉 我們有新的 只有奇怪 是新地方 太好了 然後再來提到的說 他要減少他的生態足跡 來改善環境嘛 用這太陽能板 然後鋒利發電機 酷耶 我們又看到一些新的建造道具了 有這個發電機 然後新的牆壁 我覺得這次的裝飾品都好漂亮喔 超美的 然後再來呢 接下來是困難的部分 讓鄰居們也想要更乾淨 且有序經營 然後這個是上次製造片男主角 他說我的好兄弟 諾克斯NOX 十分熱衷於宣導綠色生活耶 所以看NPC 會向我們宣傳一些 就是他們的理念嗎 感覺像耶 看他拿個小的筆記本 喔,等一下 然後新髮型 大家看到嗎?剛剛的女神 有髮戰的 還有這個耳環 這個耳環在上次那個製造片裡 看到的時候就超喜歡的 然後再來呢 真的耶 他正找不同人 然後叫他們 參加連署對不對 跟他說 我想有資源回收 你也支持吧 對吧 然後再來他提到說 斷水日 所以我們可以支持不同的政策 然後這女生穿的新衣服 拼接的棒球外套 但是 如果你不願意參加 他會讓你有些難受的事了 所以感覺啊 這些NPC會 會罵你 因為你不支持他理念 還會生氣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的設定還蠻酷的 就是NPC會主動的 叫你宣傳 而如果你不聽的話 他們會生氣 我覺得感覺還蠻真實 蠻好玩的 我一直都覺得啊 NPC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希望他們的社區裡 不要只是被動狀態 而是可以成為主動狀態 我覺得這樣子玩起來更加有趣 還罵人呢 羞辱人 喔對 然後再來 看到這個投票系統了 關於這個投票系統 之前我們看到過一點點嗎 他說他發起活動 想要將這個地方 變為社區花園 然後我們也看到囉 這個新的地圖樣貌 超多石頭的 所以大家來投票了嗎 他有培育永續食物的偉大夢想 然後提到他的食物超好笑的 有這個垂直花園 然後再來 採收昆蟲 作為口感不脆的肉類替代品 吃昆蟲欸 其實啊 聽說昆蟲很有營養是嗎 雖然說我是不敢吃啦 可是就是 我覺得很好笑啊 加這個東西 還蠻有趣的 我要玩他耶 拍拍他耶 這樣對嗎 NOX 拍拍他又把他吃掉了 太殘忍了吧 然後各式各樣的食物 哇 蟲蟲料理 蟲蟲大餐 哇 好濕嗎 有蟲蟲味嗎 然後是投票系統 所以看來這次的活動啊 就是活動是經由投票決定的 不是說我們想怎樣是怎樣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好的 感覺比較挑戰性 也增加真實感 然後呢 投票選出社區製造者空間 酷欸 所以是這個社區的場地 能夠借我們投票來改變 怎麼樣 頭帶紙帶 喔 因為他想要 他想要的不是這個 對吧 所以他生氣了 所以大家沒有投他想要投的東西 太好笑了吧 不要難過啊 這個空間有這個自願回修機器 然後呢 回修改造它 喔對 然後可以做那個 好掌樓 我們這次可以自己做果汁 像在預告片裡我發現的 產地直送的果汁汽水 然後可以做手工蠟燭 這功能我也超期待的 因為這次蠟燭它會隨著時間燃燒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還蠻真實 這也是在上次預告片裡有看到的 還幹嘛 我還雕刻蠟燭欸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小餐車 跟一些新的建築道具 我覺得這次的一些裝潢物件 都非常有特色 還有存在感很鮮明 就是感覺可以當作一種 重點點綴道具這種感覺 還有這個小盆栽啊 都還蠻好看的 他們說獲得當地的創業家 貝斯的助益 他要求其他人投資 他下次偉大創業 所以我們有投資的系統嗎 怎麼樣 他是土木設計師 對我們上次也知道了 這次有不同的新職業 有土木設計師的新職業 還有那個手工藝者的新職業 就是做一些手工藝品的 所以土木設計師是發明產品 透過回修機獲得零件 用這個3D列印製造機 然後再來 哇 被拉進去了 這該不會有新死法吧 是這樣嗎 難道有新死法 然後發明出不同的東西耶 大家看 感覺手作風格的道具耶 這書像好酷喔 感覺很有童趣風格 然後這個是吸霧霧機器嗎 新地圖耶 有火雞站的新地圖 哇 瞬間不一樣了 然後就激光了 我真的感覺啊 如果說現實世界也有這樣子 新霧霧的機器就好 因為像我們現實世界 其實空氣也蠻差的嘛 常常都有各種的PM2.5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感覺我們很需要空氣清淨機 對啊 所以看我跟想說 如果生活中也有就好了 那我們看到這次預告片裡 他們介紹了一些 比較實際的玩內容 像是一些手工藝品的製作 然後再來就是投票系統 就是經由NPC投票 然後決定一些政策 還有決定這個場地 然後我們也看到了 他說NPC會說服你去投票 那如果你不投的話 他會生氣之類的 我覺得這一點很有趣 我覺得NPC增加點擊的個性 會感覺比較有真實感 然後再來我們還看到了 新的奇怪的事情的地點 這個我想應該是很多人蠻感興趣的 在垃圾桶裡耶 哇 這感覺非常要有冒險精神啊 是不是 然後還有什麼 對昆蟲料理 你們敢吃昆蟲嗎 如果有的話 會想要嘗試嗎 其實聽說味道好像 聽說啦 我沒吃過 聽說味道是 沒什麼味道 是這樣嗎 我也不是很確定 好吧 那這個就是這一次的 油玩內容的預告片囉 那你們有什麼想法 歡迎一起討論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支持 那我會持續更新 SAMS的相關消息 所以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發洋片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